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沐梁姐愿 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要集剪到什麼程度 還有東西要多少 才可以算是一個集剪主義者呢 先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是我最近從觀眾那邊收到的一個留言 有個觀眾說他接觸集剪之後 因為知道少集是多的觀念了 所以現在已經不大會被什麼 黑色星期五 雙十一 雙十二給燒到 大家就知道怎樣買自己需要的嘛 但是呢 他變得比較不太敢買東西 有一些需求他變得不是那麼確定 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買 他有在下廚 其實現在的廚房設備是夠他使用的 但根據他認真做過功課之後 他就覺得如果可以買一台氣炸鍋 會不會更方便他做少油的料理給他的家人 還有他也很認真的比對 各式各樣咖啡機的款式 認為如果可以購買一台全自動咖啡機 因為他跟他的婆婆是會每天喝咖啡的人 這樣是不是會比他總是跑出去超商買 還要好一點 他就問那到底要不要買呢 沒有買的現在也可以過得很好 但是如果有感覺也不錯 好像甚至會更好 只是因為現在正在極簡的過程中 他變得不知道購買和極簡的界線要怎麼劃分 說真的我剛開始接觸還有知道之前 我都還會偶爾有這樣子的疑惑 就是我正在極簡啊 我想要當一個極簡主義者 但是我的東西要多少 才可以算是一個極簡主義者 要極簡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夠極簡 想要極簡什麼東西買或不買才可以匹配得上這個詞 我常常拍影片又更容易被大家質詢說 東西那麼多怎麼會算極簡啊等等的 所以我也常常在反思這個問題 先從別的角度嵌入進來 我覺得大多數人在追尋的其實是簡單生活 而不是真的到極端極簡主義者這種程度 我雖然總是當長極簡跟斷舌而已嘛 然後也自稱自己是極簡主義 但你們如果有看過我的Room Tour 應該就不能發現我只是每一個東西的種類數量量不多 那就是因為對我而言的極簡 我自己給自己的定義是 不是越少越好 極簡也不是空無一物 更不是都不可以買東西 我自己想要過的是看起來乾淨整齊 房間要有呼吸的空間 說過節目能讓生活更有效率 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更能夠辨別自己的習慣跟喜好 我被大量的物品吞噬 更不用再被永無止盡的整理給折磨 對於很多初始剛接觸極簡觀念的人 那包括我自己都很容易會有一個誤解 就是要極簡就變得不太敢買東西 因為怕又買錯嘛 怕又買到不適合自己的又後悔了 哇 但是嚮往一個生活模式 還要一個那麼清楚的定義 還有規則去約束自己 我還要在乎被別人審視自己的物品有多少件嗎 除非是有些人覺得這樣子的規範 有助於你過得更輕鬆 好比最多人follow膠囊衣櫃的衣服數量 不然我覺得太累了 認真覺得應該不用想這麼多 不用被極簡這兩個字給綁架 因為我們不是要成為極端極簡主義者嘛 也不是要成為什麼民間標關 去出書演講去當達人 無論極簡生活是不是你的終極目標 至少我們是想要簡單生活的吧 如果我們已經充分思考過 也評估過自己的財富能力 還有真正的需求 有好的產品 好的科技 可以帶給我們更簡單更輕鬆的日常 Why not 我覺得買這樣的東西就很好啊 那回到剛剛這個觀眾的留言 他已經有提到他對全自動咖啡機 還有氣炸鍋都已經做了很深跟很久的功課了 他不但知道自己的需求 他的目的還是想要讓他的家人 他自己和他的婆婆過得更好 因為我沒有用過氣炸鍋啦 所以姑且不做評論 但就買了全自動咖啡機自己泡咖啡 不再去超商買這件事情 不但可以更環保 更省時 更便宜 甚至還可以不用出門 因為他的家裡是沒有可以取代的產品 也沒有可以再幫他更省時 更賺健康的結法 對我而言 買好的產品 就算家裡多了一樣東西 也完全並不抵觸什麼 那不知道這樣的回復 有沒有讓他比較豁然一點點 或是如果你們大家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都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 那我個人的看法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簡單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集經典生活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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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 Vice Minister